少康又名杜康,在尚未出生的时候,父亲就被韩卓之子杀死,母亲逃到了娘家有人事,躲起来,生下了他。 少康幼时在母亲家生活,从小就很聪明,懂事后,母亲将祖上失国的惨痛经历告诉他,叮嘱他,日后一定要报仇学耻,复兴下后事。 少康因此发愤图强,立志要夺回天下。 他先在外祖父手下担任牧政,管理畜牧工作,平时一有机会就学习带兵作战的本领,并且实时地警觉防止韩卓来杀害他。 然而,不管对外再怎么小心地隐藏,他长大成人的消息最后还是传到了韩卓的耳朵里。 于是,韩卓派出了心腹大将,娇,前往友仁氏部落搜捕少康。 友仁氏当然不会轻易地交出自己的外孙,连夜派人将少康送走,对娇谎称说少康外出田猎,失踪了。 娇虽然半信半疑,但搜索了一番后,一无所获,也就只能退走。 少康出走后,四处漂泊,很多知道他身世的人因惧怕韩卓报复而不敢收留于他。 最后,他一路逃亡到了有鱼国,经河南鱼县。 这个友仁氏部落是渝顺的后人,当时的首领渝司观察少康,觉得他很有出息,便让他在部落里担任管理膳食的官员。 后来,感觉少康为人老师,就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,并把一块叫官的地方交给少康管理。 少康在自己的封地上废除了奴隶,鼓励生育,重视农业,发展生产,不到二十年就把官治理得十分富强。 传说,他还在此期间发明了酿酒,后世经典名言,何以解忧,唯有渡康,便来源于此。 从此,四少康有了根据地和军队。 他体察百姓的疾苦,宣传祖先与的功德,努力争取民众支持他复兴夏后世,并召集夏后世的旧臣前来和他会合。 这时,躲避在有格式部落的夏氏宜臣,迷,得知少康准备夺回政权,亲自带领真冠事,真巡视的残余民众与少康会合。 他们一起细心谋划复国大计,而韩卓到了晚年也重蹈荒淫无度的覆辙,整天吃和玩乐,不理正事。 大臣们分崩离析,少康认为时机到了,可以动手了。 于是,他派出女将女爱和儿子柱去灭掉韩卓的儿子义。 女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间谍,也是世界上最早有记载的一位女间谍。 为了帮少康夺回王位,他乔装打扮混入韩卓的领地,打探消息,了解民情,为少康提供了宝贵的情报,助少康斩掉了韩卓与其子娇的羽翼。 不久传来韩卓病死的消息,少康趁机发兵,直奔都城安逸,娇经过短暂的反抗,兵败被杀。 至此,天下又重回到夏宇子孙的手里,少康继位,这件事历史上称为少康复国。 少康继位后,历经图治,他重视生产,新修水利,爱新民利,使国家很快恢复了元气,出现了兴旺发达的气象,各诸侯国也纷纷来潮,历史上称为少康忠兴,这是中国史上首次出现以忠兴二子命名的时代。 少康61岁时去世,他的儿子祝继位,称宇帝,宇帝在位时间不长,只有17年,他善于打仗,发明了甲和毛,立下了很多战功,曾大举征伐东夷并获胜,进一步扩大了夏朝的疆域。 传说,刚开始攻打东夷的时候,东夷擅长使用长距离的武器和弓箭,虽然那个时候的弓箭还是石头做的,但也使与帝的士兵损失巨大。 退回国都后,他用兽皮制成甲,配发给士兵,这种甲能够抵挡住敌人的石刀、石剑,战斗力大大的增强,最终取胜,降服东夷族。 羽帝去世后,将王位传给了儿子怀帝,怀帝在位期间,率兵征服了居住在四水、淮水之间的九姨部落, 即犬姨、鱼姨、方姨、黄姨、白姨、赤姨、玄姨、风姨、羊姨九个部落,扩展了夏朝的势力。 在他的统治下,夏朝经济亦有所发展。 怀帝去世后,儿子盲帝继位,即四盲。 盲帝在位期间没有什么特别的功绩,他不荒庸,但是个比较迷信的帝王。 他继位后,在黄河边举行了隆重的祭祀仪式,把猪、牛、羊等家畜沉于河中进行献祭, 然后觉得还不能显示自己的前程,于是把当年顺帝赐给夏朝老祖先大羽, 象征治水成功的那块黑色玉龟,也叫玄龟,给一并沉到了河里。 传言,在祭和仪式完毕后,盲帝到东海之边游玩,捕捉到了一条很大的鱼。 群臣向盲帝喝道,言是河神所赐,可永保太平。 而这种沉寂,向河神祈求保护的仪式,从他开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延续了数千年。 盲帝死后,他的儿子谢帝继位,谢在位期间东移西腔等派使者来朝夜见, 接受了谢的绝命,这说明遗族承认了夏朝的统治。 谢帝去世后,儿子布祥帝继位,布祥帝是谢帝的长子, 有史书记载,他当政的时候还曾讨伐九院, 证明在当时夏朝的武力还是十分强大的。 布祥帝晚年,因见儿子孔甲性情乖僻,担心他治理不好国家, 决定改变从下期以来实行的王位子承制度, 传位给了弟弟兄,这种将王位让给自己兄弟的方式使称内善。 布祥帝在位59年退位,让与其弟即兄弟。 在兄弟的统治下,夏朝基本保持着较为稳定的局面, 对东部的遗族的统治也基本维持。 兄弟死后,他的儿子秦继位,秦本名印甲, 他在位时,商的势力已经崛起, 夏朝的国势日渐衰落, 退居于西河、金、汤阴地界。 传说,夏王秦的得名来自于他当政时, 夏天异常炎热,人民热渴难耐, 而夏地却居住在别墅中独自纳凉, 故被人民讥讽为秦。 《竹书纪年》里面记载, 秦在位时,天空中同时出现了十个太阳, 而他也在那年病死。 秦逝世后,不祥帝的儿子孔甲登位。 原本,不祥帝怕孔甲治理不好国家, 没有把地位传给他, 而孔甲登位后果然是位胡作非为的昏君。 他肆意淫乱,暴虐凶残, 使得各部落首领纷纷叛敌。 夏朝国事更加衰落, 鸡鸡可危。 孔甲死后, 他的儿子高继位, 高在位十一年就去世了, 高的儿子发帝继位。 到了发帝当政的时候, 各方诸侯已经不再前来吵贺, 夏王朝内忧外患不断, 矛盾日趋尖锐。 发帝在位十九年病死, 病死后, 儿子吕奎继位, 这个吕奎便是大名鼎鼎的夏王杰。 好了, 《诱罗说历史》第六集就到这里, 敬请明日收听第七集, 夏本季四。